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报道经过调查发现 飞机失事是因为在飞行途中发生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凶手名叫金贤机是来自朝鲜的特工 朝鲜对于韩国的爆料是口否认 并指责韩国嫁祸于人 双方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时隔一年后 韩国总统鲁太宇签署总统令赦免了金贤机 这则消息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人们都没想到 杀人凶手居然会被特赦 很多被害人的家属得知消息后都公开表达了不满 在大家看来 金贤机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 金贤机为什么要对民航飞机下手 还能得到总统特赦 卢太宇美女特工 巴林落网1987年11月30日上午 在巴林机场候机大厅 有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正坐在椅子上聊天 男人叫风骨真一 女人名叫风骨真有美 他们对外自称是一对妇女 此刻远处的巴林警方 已经渐渐对他们二人形成合围之事 风骨真一感觉形势不对 他悄悄对风骨真有美说 我们可能已经被发现 现在的处境相当危险 该是做决断的时候了 我年纪这么大 已经活够了 只是你这么年轻 实在是有点可惜 风骨真有美听完心理不由的一阵慌乱 虽然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死到临头 风骨真有美还是有些不情愿 清闲机长言道 好死不如赖活着 如果可以选择 谁又愿意走这一步呢 可惜形势逼人 如果自己再不自我了断 落入巴林警方之手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还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之时 附近的巴林警察已然冲到近前 两人被押上警车时 风骨真有美发现风骨真一再冲着自己微笑 他知道是时候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来到警局 妇女二人按照计划不约而同的要求抽烟 香烟的过滤嘴里早已藏好剧毒胶囊 只要轻轻咬开 几秒钟内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精闲机可能是天一弄人 风骨真一咬开剧毒胶囊后 立刻毒发身亡 而风骨真有美在咬开剧毒胶囊时 被巴林警方发现并送到医院 最终风骨真有美由于抢救及时顺利渡过了危险期 韩国驻巴林大使馆立即将这个消息传回汉城 韩国方面听后大喜过望 经过积极努力 终于在12月15日 将风骨真有美带到了韩国 当天机场内外军警林立 大量警车把守在机场附近路口 很多韩国民众都好奇 如此高规格的安保到底是为了什么 神通广大的韩国媒体很快爆料 原来风骨真有美与前几天失事的KL858航班有关 一时机起千层浪 KL858航班上的遇难者家属 强烈要求官方提供更多真实信息 清闲机韩国警方为了提审风骨真有美可谓下足了本钱 一开始 风骨真有美在审讯室什么都不说 韩国警方以为他不懂韩语就特意请来了日本翻译 可是问来问去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没有办法 只得从外围入手 首先从护照开始着手调查 为此韩方还请来了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经过确认风骨真有美和风骨真一所持有的护照是假护照 更重要的是 通过指纹比对 日本国内根本没有风骨真有美其人 眼看事情瞒不住了 风骨真有美开始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 她说自己原本是中国人 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省武常市 名叫百岁慧 从小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尝尽人生苦难 为了生活 就和别人一起跑到澳门打工 在澳门时 他听说在日本赚钱更容易 就想尽办法偷渡到日本 机缘巧合下 认识了独居老人风骨真一 被其说为养女 从此开始了新生活 对于风骨真有美的说辞 韩国警方一句都不信 凭着办案直觉 他们认为风骨真有美并非中国人 她可能来自朝鲜 为了验证这个大胆的猜测 韩国警察当着风骨真有美的面 用韩语讲笑话 每到这时 他就会上厕所 事后风骨真有美交代 他之所以一听到笑话就跑到厕所 就是为了在那里偷笑 可以不被人发现 还有一次 韩国警察给风骨真有美端来一杯咖啡 当时他习惯性地用嘴吹一吹咖啡冒出的热气 身边的警察故意用韩语说 朝鲜人都是这样喝咖啡的 风骨真有美听到这句话立刻不再吹气 种种气象表明 他精通韩语 但是如何让其开口成了一个难题 中国有句古话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韩国警察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他们带着风骨真有美在首尔的街头四处游荡 眼前的灯红酒绿以及韩国市民良好的精神状态 深深刺激着风骨真有美的内心 清闲机韩国警方还在关押他的牢房里放了一台电视 里面每天都在播放着韩国的娱乐节目 趁着这个机会 韩国警方询问风骨真有美在日本时看的电视是什么牌子 他顺嘴回答是杜鹃牌电视 这下终于让韩国警察带到了机会 因为杜鹃牌电视是朝鲜独有的电视品牌 在审讯专家的讯问下 风骨真有美的内心防线终于崩塌 他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美女大学生 加入情报组织风骨真有美的确不是中国人 他的真名叫金贤鸡来自朝鲜 父亲是名外交官 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他曾跟随父亲在古巴的哈瓦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金贤鸡自幼就能歌善舞的金贤鸡 一直都过着快乐的生活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出落得越发漂亮 金贤鸡甚至梦想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影视明星 一天两名特工来到大学 主动邀请他加入朝鲜的情报组织 想到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事 金贤鸡的内心非常激动 丝毫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的人生将会遭遇怎样的改变 他被秘密送往特工培训基地东北里招待所 在那里接受了大量的专业培训 经过几年的培养 他掌握了许多特工本领 从语言到枪械 从投读到驾驶 金贤鸡样样精通 从1985年开始 金贤鸡陆续到广州澳门等地执行潜伏任务 在这些地方 他主要就是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以及学习当地语言 金贤鸡1987年10月 金贤鸡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 要他火速返回朝鲜 在路过北京的时候 金贤鸡特意给母亲买了漂亮的毛背心和保健品 出门两年多来 金贤鸡一直都没有回家 这次正好可以借鸡回平壤看看父母 让人没想到的是 金贤鸡乘坐的飞机刚刚停稳 上级就派人把他接到秘密基地 当金贤鸡得知自己要去炸毁一架韩国的客机时 心里特别激动 自己终于可以为国家做一件大事 此时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客机上那些无辜的生命 为了能顺利完成任务 朝鲜还给金贤鸡派来一名搭档金圣一 此人经验丰富 精通日语 金贤鸡两个人刚好可以假扮成妇女 经过金庙的筹划 11月27日他们经由莫斯科 辗转飞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两天后 大航航空的KL-858航班将会从这里起飞 中途在阿布扎比短暂加油后飞往汉城 金贤鸡炸毁的目标就是这架飞机 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航班 朝鲜方面也泼费了一些心思 KL-858航班所使用的波音707型飞机 曾经在1966年发生过严重事故 当时一架隶属于英国航空公司的707型客机 在日本富士山上空 受到高空强大气流影响发生解体 金贤鸡还有一点 KL-858航班的这架飞机 在两个月前曾经因为起落架没有及时打开 着陆时发生过严重损伤 按照朝鲜的设想 KL-858航班即使发生意外 大众也只会认为是飞机本身的原因 1987年11月29日上午 精心打扮的金贤鸡和金圣一出现在巴格达机场 他俩化名风骨真有美和风骨真一 把特制的炸药藏在行李箱中带上飞机 这些炸药安装了定时器 金贤鸡把时间设定在9个小时以后 飞机停靠阿布扎比时 金贤鸡和金圣一都下了飞机 他俩人悄悄转机来到了巴林 清闲机KL-858航班上的旅客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不知 当飞机飞到安达曼海上空时 定时炸弹发生爆炸 KL-858航班在空中发生解体 这起爆炸共造成115人遇难 附近的缅甸塔台 看着雷达屏幕里突然消失的KL-858航班 赶紧启动紧急预案 通知过往飞机帮忙呼叫 几个小时后 远在首尔机场接机的乘客家属 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 情绪非常激动 大家强烈要求大韩航空公司给出交代 刚开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飞机的设备原因 才导致了空难的发生 可大韩航空的相关技术人员表示 这架飞机在出事前 刚刚从美国保养回来 设备出现问题的概率非常低 清闲机难道是有人 故意在飞机上搞恐怖活动 韩国警方开始围绕KL-858航班 展开一系列调查 经过详细分析 风骨针油美和风骨针1落入警方视线 所以才会在80机场对他们发起抓捕行动 飞机爆炸背后的原因 让韩国警方费解的是 朝鲜为什么要对一架普通的民航飞机动手 随着调查的深入 事情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原来朝韩双方在这次空难之前 就已经剑拔弩张 两个国家的特工多次暗中较量 时任韩国总统的全斗焕 就曾遭遇过朝鲜方面的暗杀 为此韩国方面一直耿耿于怀 准备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下手 全斗焕当时 韩国刚刚申办成功汉城奥运会 美国方面认为 韩国应该暂停针对金正日的暗杀行动 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对奥运会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还能在国际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迫于美国的压力 韩国只好把暗杀计划搁置一边 恰好这时 朝鲜方面提出要和韩国共同举办奥运会 这个见识性的意见得到广泛的关注 舆论一致认为 两国共同举办奥运会可以成就一段佳话 对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 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 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只不过事与愿违 朝鲜方面提出的要求 在韩国看来有些过分 汉城奥运会朝鲜不仅提出 在平壤举行八个项目的全部比赛 还要求开幕式和闭幕式 在平壤和汉城共同举行 与此同时对于电视转播收益 朝鲜也要求得到三分之一 对于这样的要求 韩国政府很难同意 虽然国际奥委会多次斡旋 朝韩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最终朝韩共同举办奥运会的计划 被迫搁浅 为了阻挠韩国举办奥运会 朝鲜派金贤机和金胜一 制造了KL858航班爆炸案 得到这个调查结论后 韩国马不停蹄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金贤机在发布会上 亲口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对于韩国的指控 朝鲜方面矢口否认 坚持认为这是韩国自己制造的爆炸 然后嫁祸给朝鲜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双方拟来无往打起了嘴皮官司 金贤机1990年3月27日 金贤机被韩国法院判处死刑 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尘埃落定时 金贤机得到了韩国总统卢泰宇的特赦 很多韩国人 特别是KL858航班的遇难者家属 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卢泰宇对此给出解释 金贤机是能够反驳 事件是被捏造的唯一幸存者 让他活着对国家有利 请请过去一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